Hello,大家好,我是佳梁 最近20多万这个价位内的新能源车市场简直太热闹了 从领克Z10到乐道L60 再到极克的7X 以及Avita的07 包括这个价位级还有老霸主地位支撑的特斯拉Model Y 当然今天我们又来拍了一款新车 蓝图之音 看看蓝图之音又有什么属于自己的独特亮点 蓝图之音给了两款前脸造型可供选择 一款就是我们这一款叫星环造型的前脸 另一款就是星和logo造型的前脸 就布满了它的logo车标很有意思 包括上方这里也有贯通式的风道的设计 尽可能的让它降低风阻 提高它的续航能力 相较于我们之前拍的20多万的新能源SUV 比较类似于方盒子或者胖胖的造型设计的话 蓝图之音的造型反而更偏向于修律风格的家庭用的这种SUV 或者跨界轿车 它的车身长度是4725毫米 轴距达到了2900毫米 所以它的比例依旧是定位在了中型齿车SUV 而且四个车轮尽可能往四个角去吐 进而得到了71%的得防率 而且这个得防率在同级车型里也是比较占优势的 好继续往下面来看 咱们看一下今天拍的这款赤装车的轮胎尺寸 搭载的是25545 20英寸的轮胎 其实已经到了20英寸 因为这台车已经是个中型纯SUV了 所以整个比例并不显得会有多么的夸张 地风组的轮骨盖 以这种全黑色的造型 看起来还是非常酷的 侧面来看像隐藏式的门把手 这个好不好用 还得看你的用车习惯 像车顶的行李架依旧是配备的 而且它还配备了无边框的车门 虽然说是单程玻璃 但是这个玻璃的厚度还是非常可观的 C主这个位置其实有点像它家的蓝头FREE 那一款中大型齿车的SUV 做了一个这种类似于油顶设计的造型 包括行李架上方也有银色的这种装饰 看起来非常的精致 而且像它的右后方这里还有个充电口 它也是支持6000瓦的对外放电功能 同时贯穿式的车尾灯包括内部这种造型 也是用了这种多点的类似于像素块的设计 并不是一个固定的造型 很有意思 有这种律动的感觉 再看一下它的电动后备箱 虽然说外观来看 它是一个偏溜背造型的SUV 但它的后备箱实用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像它现在目前标准容积是527升 非常规整 而且两边又有掏空间以及置物的网兜 内部有两个照明灯以及塑料挂钩 还是比较基础的 当然打开盖板呢下方还提供了一个72层超大的下沉空间 一个暗格 这个空间可以放不少的装备 或者说小号的书包都能放了好几个 而当它的后排靠背46分比例完全放到之后 空间可以拓展到1328升 所以蓝图之音这台车啊 虽然说外观看着比较矮比较的跨界 但是它的车内空间真的不可小视 来到蓝图之音的车内啊 不得不说现在在千篇一律的新能源车的这种设计里来说 必须得玩点自己的花样玩点自己的独特性 据说蓝图也有一块大屏幕 它的尺寸呢是15.05英寸 一看就不是通用屏幕 就得有点花活 两边是这种弧形的设计 而且弧形呢它有触控功能 左边触控呢是调节屏幕的亮度 右边是音量 同时还可以三指把屏幕往副驾驶滑动 这个时候你会说啊 屏幕给了副驾驶 它长途娱乐 有屏幕玩了 有车机玩了 那咱们的仪表呢 往前看 它还提供了AIGUD抬头显示 尺寸还是挺大 还是很直观的 同时在这上方 这个位置还有一小条 实体的液晶仪表盘 不过就加凉的坐姿来说的话 我喜欢方向盘比较低 视野杆比较好 那么我方向盘的上方这个地方 就会把这个小窄条的仪表盘 给挡得严严实实的 所以我今天体验下来 我更愿意用它的HUD去看 反而这个屏幕 我觉得还可以再去减配掉 可能能降低一定的成本和车价 好再把屏幕滑回来 继续看这台车 还有什么独特的玩法呢 首先在这个屏幕里 这里有一个电动桌板开启 这个副驾驶 这就会弹出一个 带这种比较细枝绒的小桌板 当然是有个小桌板之后 咱们户外 比如说吃个便饭或者办公的话 就非常的方便了 但同时我也想提出一个小建议 这个桌板的开启方式 需要在这个屏幕内 二级界面一个小按键开启 如果在外面直接有个小按钮 一按弹出 我觉得会更方便一些 当然像这一块屏幕不仅更炫 还能移动这些功能以外 它的芯片也非常强大的 搭载了高通效龙8295P的芯片 这个性能芯片 放了一个20万出头的车型里来说 还是比较少有的 而且像5G的网络 同时前后排都支持4G 音域的语音交互等等等等 这些功能吧 然后像这个整个屏幕 集成度也很高 空调的快捷操作也都是支持的 单指快捷操作都没问题 然后后方就是手机的无线充电 比较丰富的上下两层置物空间 中间扶手打开 开口的话比较小 但是深度表现不错 而且也能练通空调的温度 再说过我的驾驶座姿 这个方向盘的尺寸 我认为还是比较偏大一点点的 39点的握感还是不错的 下方也是平底的设计 感觉这个方向盘有能有脚的 然后座椅的功能上 主驾驶支持八项角度定位开机 四项腰部条级 而且前排都有通风 加热按摩和记忆功能 门板这边开启方式也很有意思 它没有用 咱们现在实际上很流行 跟什么电控式开启 但也是为了秀一把 这个设计上的小心思 采用这种握力开启的方式 就是会一定程度牺牲上层的 这个置物空间 头顶呢 这就是自动防径幕后视镜 而且还有一个天幕 天幕是有一个遮阳帘的 而且你能看到 它这个遮阳板也很有意思 是这种半透明的 有点像墨镜的感觉 好 下面咱们再去第二排看一下 来到蓝图之音的第二排 前排座椅是按照 价量1米75身高 跳的驾驶坐姿 2米9的轴距空间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地板也不会太高 而且整个车 不管是从外观造型 还是整车高度 大家也能看到 它是一款非常偏向于 轿车设计的SUV 所以整个车坐上去的感觉 和传统的轿车 没什么差别 不像那种比较高的SUV的坐姿 而且座椅的靠背 也是有两个角度可调的 我现在就是调了一个 非常平缓的角度 这样靠着你之后 真的是特别的舒服 身体很舒展 坐垫的这种填充 也是很柔软的 然后这样中间这个位置 也是给了个扶手 特别的宽 还带个小盖板 背架 这里打开就是一个小平台 然后两边也都给了这种 现在很多保姆车上 都会给你的这个小偷枕 很舒适 小细节 再来看一下其他的配置 空调的出风口 是这里 左右扫风 变成这个小推杆了 然后下方这里 是USB Type-C充电口 这都是比较基础的 门板这边和前排一样 这种握力的机械式开启方式 下方是置物空间 这里有一个小的挂钩 头顶这一块 小天幕就是比较小的 因为它整车 溜背造型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到这就截止了 但这里 头顶这个翻摸皮的顶棚 这里还做了一个掏空间 所以身高再高一点的朋友 也都没有问题 好 这就是蓝图之音 第二排的空间配置表现 下面我们就把它开起来 说一下动态体验 好 我现在开上了一台蓝图之音 我们今天拿到的这台试驾车 是CLTC标定续航 570公里的四驱性能版车型 当然除此之外呢 还有同电池尺寸下 标定续航 625公里的单电机版 以及650公里 和901公里的超长续航版车型 901公里这个续航 真的是特别的夸张 说回我们这台车 其实它整体的驾驶感受 包括我出座的这个车里的整体的视野感 带给我的感觉 更像是咱们一般开过的纯电轿车 它的视野也没有一般的SUV那么的高 整体调的还是比较偏家用化的 其实在它的这种驾驶偏好里头 我们可以选择它的经济舒适模式 整体加速感觉又是非常温柔的 四驱的性能 很难去爆发 当然除此之外 它还有一个高能模式 调到高能模式 除了它的加速会更加的灵敏 更提速更快以外 我认为它带给我的一个 我个人比较喜欢的 就是它的转向的力举 会变得特别的沉 也是加凉试过 为数不多电车 能给你做这种偏沉的 转向的回馈的力度 有点那种燃油车的味道了 但当然 其实放在电车里是比较偏沉的 和燃油车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差距 但是对吧 这种可玩性它就上来了 像我们这款四驱性能版车型 搭载的就是前后双电机 最大可实现435马力的动力 但整体 我今天上午开完之后 我觉得它的调效 都是完完全全 偏向于家用化定位的 就包括底盘悬架 前卖伏性 后多连杆 独立悬架 调的还是比较偏软的 路杆也都是比较整的 而且在它的大屏幕里头 也可以调整一个舒适停车 即便是我们紧急制动的时候 也能感觉到车身的 一个抚养姿态 我觉得也都是很稳的 当然除了这一套 比较基础的悬架以外 它也是配备了CDC阻尼减震器的 它是可以结合前方的视觉摄像头 及时扫描路前15米左右的一个路况 对悬架进行软硬的调节 也算是一个比较主动的悬架调教 也能让它带来更好的 这种提前的预判 以及乘坐的舒适性 再往下说 就像格林机密性的表现 前排是比较厚的一个单层玻璃 其实整体路灶 我觉得风灶 这块保持的也还不错 也完全能够满足这个价位 以及一款家用定位纯电SUV 该带来的这种体验感 再往下说 这个价位以及现在非常卷的 除了三电系统 除了舒适性 以及个性化的调教外 那就是制驾 蓝图之音它是支持高速NOA制驾功能的 它是可以结合高精地图去实现 在高速路段的L2加级的一套辅助驾驶 好 这又是加量对蓝图之音动态方面的试驾感受 最后用几句话 总结蓝图之音最吸引我的几大亮点 首先就是最大901公里的续航 全域800伏的平台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车内空间 以及很有意思的滑动屏 同时它还是同价位及 少有搭载高通骁龙8295P芯片的车型 所以这么来看 蓝图之音还是非常有自己独特的产品竞争力 好 这又是本期加量为大家带来的蓝图之音 我是加量 关注我 带你看更多新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